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这个Moon Swatch系列万表的上市两周年 所以这枚万表你买回来之后 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上下两个Snooby的满月的景象 从题材细节还有夜光彩蛋的丰富程度而言 这都是今年最值得买的一枚Swatch万表 没有之一啊 所以喜欢的朋友其实你也不用太着急 因为这枚万表是在国内大概20多家 所有期的线下指定门店是会一直发售的 它是不限量的存在 今年你可以先等等这股热度过去了 再去买它应该都能买得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主流新款万表作品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宝珀 他们终于把之前这个蓝宝石水晶表圈 但是尺寸45毫米的经典的5015 变成了新款42毫米的一个尺寸 简直了我替全世界的小万子谢谢宝珀 终于有了这样一枚表款 因为你知道其实之前的类似造型的万表呢 是有小尺寸的啊 但那个是5008系列 每一款都是限量表款 非常难买 而且是一家的存在 现在宝珀找到了一个中间路线 就是42毫米的表径 其实万为16以上呢 基本上都能佩戴 而且它的整个盘面指针刻度石标的造型呢 又跟他们家非常惹人喜爱的5015是一样的 所以这枚万表上市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会从45毫米的版本 转而去看这个42毫米版本 还有一点呢 就是不仅是表径变小了 表也变薄了 现在的厚度呢 是14.2毫米 比之前的15.5毫米呢 少了1.3毫米 防水依然是300米 而且机芯呢 用的也是非常漂亮的1315机芯 最大的特色就是120小时洞鼠 和所谓经典的天地良心破的打磨 至于表壳材质呢 现在只有钛合金和这个玫瑰金 两种不同的材质 所以呢 如果说你非常喜爱这枚表款 不差钱的话 可以先从钛合金和金表买起 如果你比较追求性价比的话 钢款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它的价格呢 是从133500到275500之间 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50群 然后又是小万子的话呢 这枚42毫米的宝破50群 应该值得你去看一看 说到钛合金呢 上周直播也发布了一枚 全钛合金表格和表链的腕表 就是来自于直播桂冠的 Ti 49技时码表 其实就是之前桂冠非常经典的 三眼技时搭日丽的表款 只不过这次的表克材质呢 变成了钛合金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尺寸 这次的尺寸呢 是42毫米 厚度是12毫米 其实这样一个厚度和尺寸而言呢 对于一款钢带的通勤腕表呢 佩戴的舒适度应该会蛮高的 所以呢 我也很期待将来咱们这表 这么节目中能不能使用去感受一下 还有一点呢 需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这枚腕表呢 背后是没有背后的 机芯呢 采用是直播自产的 呃 这么长 机芯呢 你别笑 机芯呢 采用是直播自产的GP03300-141机芯 然后呢 46小时洞住 防水100米 关架呢 海外的价格是18600锐朗 接下来这枚新表呢 比较有趣 是来自于爱比的皇家像素离岸系列 他们在这个离岸系列中 新增加了一个款式 我们知道以前爱比这个皇家像素离岸系列 卖的最便宜的 就是他们家那个潜水表 就是有两个表冠 其中一个表冠呢 是这个内置潜水圈调整的表冠 而这次的这一枚呢 它是没有做潜水圈的一个设计 但是把皇家像素非常经典的这几个螺丝钉呢 是放到盘面上了 而且呢 它用的是不锈钢表壳 表圈比较有趣 我开始以为这应该是一个陶瓷表圈 或者一个什么先进复合材料表圈 因为它上面有些颗粒感 结果它告诉我 它是一个蓝色橡胶包覆的表圈 就是这个表圈外面是附了一层带有颗粒感的橡胶 可能这样做的话 这个表圈是不是更耐用一些 这样磕一磕碰一碰什么的 橡胶是软的嘛 对吧 然后呢 机芯呢 也是带背透的 用的是4302自上链机芯 有70小孩洞储 这也是爱比的一个新的机芯 盘面呢 还是黎岸系列非常常见的 这个大哥文的滑腹饼干 关价呢 是19万4000块钱 我对于这枚万表的理解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的这个黎岸的这个两个表冠的潜水表呢 一直是这个爱比的所有的数里面 最不值钱的那个数 而且这个二手的价格呢也会让买家亏钱 但它比较入门 所以呢 一直是作为这个皇家橡树 很多人交朋友的入门款式 后来呢 他们推出了价格更低的code的钢款 但是应该来讲呢 那个表的销路呢 不会很好 怎么办呢 那就干脆在这个皇家橡树离岸系列 做这样一个新的入门表款 实际上还是希望就是不要只是卖很昂贵的表 还是在20万价位里有一些表 能让一些入门用户呢 进入爱比的这个万表的这个客户名单中啊 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 这里呢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枚新款万表和之前的这个离岸潜水万表的话 如果花差不多的钱 你会选择哪一支呢 希望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们的答案 接下来这枚万表呢比较有趣 它来自于百年龄 而且是一个这个飞行气球啊 不间断环球飞行25周年的一个纪念表款 因为这个气球呢当时在1999年3月21号降落在埃及 刚好呢距今是25年 43毫米的表镜厚度呢是12.95毫米 它的蓝宝石表底盖后面呢是有一个气球装饰的一个图案纹路 这枚万表的壳形呢跟复仇车很像 但是如果你熟悉百年龄就知道 它是百年龄一个就是类似于给这种这个科研或者冒险家准备的一个表款 但它的盘面呢有些不一样 上面有两个液晶条 分别可以做日期啊 电二时区啊 包括非反计时啊 计时器还有闹钟等各个功能 它是一枚实影表啊 当然它有两根传统的指针 就是小时和分钟让你快速的辨认时间 当然这枚万表呢搭载的是实影机芯 但是它带有这个气温补偿的功能啊 这样的话可以使万表的走势呢达到Costco的认证 你可以选择钛金属或者是橡胶表带 橡胶表带是4700美元 钛金属表带是4900美元 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的人而言的话 这枚万表可能比你单纯的带眉机械表 不仅有用 而且还更加可靠一些 接下来这个系列的新品呢 来自于格拉苏蒂原创 是一个德国万表品牌啊 他们就在格拉苏蒂小镇上 他们这次呢非常认真的做了一个女装万表系列 就是小夜曲女士月像系列万表 首先第一点呢 它把尺寸缩小了 以前的小夜曲呢是36毫米表径 现在把它缩小到32.5毫米 而厚度仅有8.9毫米 这其实是女性在职场佩戴 最舒适的一个万表的尺寸和厚度 与此同时呢 他们还给这位万表呢 开发了全新的自产的机芯啊 35型机芯 厚度仅有3.8毫米 而且具备60小时洞处 它的这个自动坨呢 还是这个全金的自动坨 而且给它配备了硅油丝 防刺性能也更好一些 我个人觉得呢 这次格拉苏蒂原创的小夜曲呢 有两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第一就是它盘面上这个月像显示啊 这个月像呢其实是在盘面下面呢 画了四个这个蓝色的天空 再搭配月亮 它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 所以它的月像呢 是122年只用调一次的 第二呢就是它的机芯其实蛮漂亮的 因为其实以前呢 很多品牌做女装万表的时候呢 是不太在乎机芯的 而且呢除了入门的钢口万表之外呢 其他都是有表圈和刻度石标的相钻款式 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白色的母背盘面呢 外加表圈相一圈钻的款式呢 应该是这个系列中比较畅销的款式啊 而且所有的带钻圈的表款呢 你在它的这个表冠上也有相对应的相钻处理 如果今年有女粉丝打算购买一枚女士万表的话 这枚表款我倒是建议你今年去好好研究一下 说到得表呢 同样在格拉苏蒂小镇的雨莲呢 最近也推出了贝利士系列经典熊猫盘面 两个全新配色的表款 一个呢是石板灰就是石灰色 另外一个呢是蓝白色的 蓝白色呢对状效果非常好 而石灰色呢又是很多性能房车非常喜爱的一个颜色 比如奥迪RS系列啊 他们就很喜爱这个颜色 这次的变化呢主要就是盘面 而且呢这两个盘面配色呢 也适合搭配钢链以外的表带 比如说橡胶带或者织物表带 其实在这个腕表搭配上都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个人建议呢 如果你很喜欢贝利士计时系列呢 而且你外面比较细的话 到时候可以看一看织物或者橡胶表带 因为那个钢带对于腕维挑战还是蛮大的 至于尺寸和机芯呢 跟其他的贝利士系列技术腕表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在这表之门节目中也跟大家介绍过 感兴趣的可以翻一翻之前的节目 最后呢再跟大家看一看 近期有什么好看且昂贵的腕表 作为咱们做梦的素材 这次全是LV啊 因为LV呢最近发布了一系列非常顶的表款 第一个呢是一个钟啊 这个钟呢其实远看的很像一个热气球挂了个硬箱啊 他们也是这么设计的 但是如果你细看的话 其实这个钟呢是蛮贵的 因为它热气球的飞翼和下面硬箱的这个覆盖 全部用的是非常难得的黑色的乌木 主要产自于东南啊 当然木材我不是很了解 如果懂航的朋友呢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帮我补充一下 这玩意到底贵不贵 而它时间的显示呢是在气球下端这个要收起来的这个位置啊 有两块黄水晶来给它这个指示时间 上面呢是小时 下面呢是分钟啊 通过旋转来显示数字显示的一个时间 而它所带来机芯呢是这个1839 机芯有八天的洞出 这个机芯的上链呢是通过钥匙上链的啊 而这个钥匙呢是在这个硬箱的底部 所以这个钟呢你给它上链的时候把它拿起来 然后把它打开下面这样去转啊 当然这枚万表的价格呢给大家公布一下 国内关价是605万人民币限量8个 除此之外呢在2024的LV的高级制表展上呢 还有三个奇幻宝箱系列的高级万表 这都是限量20支的表款 它们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在盘面上 因为这枚万表的背透呢 从机芯的样子来看呢 跟我买那个钢款的Tempo呢 应该是大差不差的啊 表径呢也是40毫米厚度12毫米 但是它的盘面正面这三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呢是两条鲤鱼 蓝色的鲤鱼在浅蓝色的水中 然后呢吹的泡泡呢都是香钻的 反正做的特别漂亮 还有鹅卵石造型 然后呢整个这个盘面需要花费150个工匙 工匠才能把它做出来 而另外一枚呢是这个绿色的蛇 这也是一个18K金表壳 然后呢它的表冠上呢也有一个绿色的LV的一个镶嵌 而它的盘面呢也是做了非常棒的一个层次感 做出一条蛇在准备吃东西的一个造型啊 第三枚呢金光灿灿是一条龙啊 这个龙呢整个的上面有很多的雕刻 包括像这个珠宝还有玉石的镶嵌等等都在里边啊 所以这三枚万表呢其实它整个的工艺上的处理的都差不多啊 而且呢它们的这次的表带呢都很独特 类似于像这个编织出来的这种皮质表带啊啊 这个辨识度还是蛮高的 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把价格告诉大家 这三枚万表每一个限量20支它的关价是232万人民币 好吧那么就以这三枚非常昂贵的LV来结束本期的每周新表情报节目 我就老人希望大家继续多多关注我们这车直播直播直播节目 每周不见不散